各位早晨 這一齣財宿之橫掃千鈞 其實是以前港產的抗日片 現在我們了解的抗日片是很無厘的 例如用手榴彈炸的飛機下來 又或者用精子去殺人 這齣沒有那麼離譜的 這是港產的抗日片 我剛才看封面的時候 我想像是我喜歡看電影 還有他的拍攝好像不錯 也有很多我喜歡看的演員 但在我印象中 我小時候沒有看過 所以我懷著一定期待 開這齣財宿來看 這齣財宿的故事是說石天最中心 最核心的男主角 不過這齣財宿是一個 ensemble cast 裡面有很多明星參與 不過我想可以說石天是裡面最核心的角色 他只是一個普通平民 他好像是醫生 現在是醫生 是一個大夫 但是以前他應該當過軍 打過仗 他會用刀 但他的年紀已經很老 雖然他很老 但是他看到日軍很不對 激發起他的熱血 所以他決定搭上旅途 支援抗日事業 整體來說 這齣財宿的故事 他最核心的 mission 就是要破壞日軍和漢奸 他們建造了一個毒氣室 毒害那些中國人 那是一個最核心的 mission 但是整體來說 就是出氣 大概就是說石天如何由一個平民百姓 去參與這些秘密行動 然後在途中他遇上很多不同的奇人 有一些是軍官 有一些是女特務 有一些是張學友 黑幫大佬 他遇上不同的有趣的角色 然後大家一起去做 mission 是那類的電影 其實就這樣看 聽我這樣 summarize 是一個很有趣的電影 如果是看故事 summary 我自己就有這樣的感覺 好像很好看 然後那些明星有石天 張學友 袁潔盈 梁家輝 高麗雄 那些都是一些很好看的角色 我想在那時候 這些不是最一線最上級的超級明星 不是有周潤發 不是有紅金寶 那些都是我喜歡看的演員 像石天一樣 挺帥氣的 我覺得他很帥氣的 其實是男神的樣子 Anyway 這齣戲看完之後 我是很失望的 哈哈哈哈 我是很失望的 我覺得這齣戲是不好看的 我覺得好像剛才所說的 他的caste很好 他的concept也很好 就是這一類型的電影 一聽就覺得他可以很有趣 但是他最後拍出來 execute出來 就不是那一回事 我覺得這齣戲 很無厘的 那些真的是真搞笑 真搞笑的抗日片 即是那個年代那些 那些港產片 無論拍什麼戲都會搞笑 這齣戲 他有很多想搞笑的部分 即是說不同的角色 他們有些錯摸 怎樣躲進床下底 又或者有一個訊息 然後幾個人手上傳開去 然後搞到關係亂了大龍 即是有那些部分 而且都挺長的 我覺得那些位置 整齣戲 即是他想搞笑的那些位置 我覺得全部都是不好笑 而那些部分是很長的 我覺得真的很無聊 即是我覺得 我看到那些部分 令我有些感覺 我不記得是Ocean's 12 還是Ocean's 13 我不記得 即是George Clooney 很多超級大明星 Julia Roberts那一齣 我不記得是哪一集 他有一些很厲害的明星 然後你看他的Premise 也很有趣 即是說他們偷東西 做一些秘密活動行動 但他裏面也有一些類似的 很長 然後嘗試搞笑 即是那些錯摸的劇情 好像在看愛回家那些 差不多 但愛回家是專拍這些 愛回家是好笑很多 所以我覺得是 你又不好笑 即是我明白 即是他拍攝抗日片 他不是想拍過 哭苦哭忽 中國人民受到很大的氣壓 即是他不是想要那種氣氛 即是他想走 即是有popcorn movie那種的氣氛 這是好的 即是娛樂性是重要的 即是他做不到娛樂性出來 即是是沉悶 即是那些搞笑的部分 而且你看那些港產片 其實你無論那個年代 那些香港電影 即是你無論拍什麼電影 你都當然 即是他 即是他 即是爛片也好 他也是打得好看 對不對 但這齣戲是打得不好看 即是我覺得 首先他不是很多拳腳打鬥 即是他比較注重 就是開槍在那裡飄飄飄 即是兩邊在那裡鬥飄 即是差不多Star Wars那些 他有一點拳腳的部分 例如石天會用刀 石天的契女會用長槍 即是刀人 但真的很少 而且那個女生 她的契女可能真的懂功夫 但石天不是十分之打得好看 所以就是那些 動作場面 即是你當作動作片看 其實是失望的 他有一些 大型的 爆炸場面 即是他有的 但不是拍得好看 這個就是我覺得 這齣戲最不行的一個地方 就是他 無論那個故事和那些動作畫面 都是不連貫的 其中一個例子 他裏面有很多例子 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 就是說那些主角 即是他們在地窿 在地牢的位置 然後他們就放煤氣 很危險的情況 在自己的房間開煤氣 然後他們躲進鐵罐裡 然後就說爆炸 然後很大個爆炸 他們躲在鐵罐裡 我想他的劇情是想交代 即是那種爆炸的衝力 將他們在鐵罐上地面 但他完全沒有拍出來 你眼裡看到的 就是他們躲進鐵罐裡 有很大的爆炸 接著下一個畫面 他們再出現 就突然在地面的帳幕出現 What the hell happened What happened 我想他是想我腦內補完 但他是太多這些畫面 即是你是不明白 他怎樣由這裏 去到那裏 是很多這些位置 即是你會覺得 發生什麼事 要我自己腦內補完 究竟發生什麼事 要我猜他發生什麼事 即是這個 無論是在劇情那裏 有這樣的情況 即是你不明白 為何他做了這件事 然後變成做了這件事 為何他會做這件事 裏面有很多不連貫的地方 另外他動作場面也有這些 但動作場面 雖然你說是 你喜歡看爆炸 你喜歡看拳腳 你喜歡看開槍 但那些動作之間 他都要 有一個邏輯 我覺得這些是拍得很不好看 所以我覺得是一出 他裏面有很多動作場面 但是一個拍得很差的動作電影 所以我覺得是 如果你當作動作電影看 我覺得這出是一出很入的電影 我覺得是 這個故事理論上是簡單的 他有一個 mission 就是要做那件事 最後他就是做那件事 但他的過程不是很好看 因為他斷一下斷一下 然後有很多無聊的搞笑位 他花了很多時間去搞那些事情 那幾個角色之間 那些互動其實是 少 和不是特別好看 就算他們有些互動也是 說笑的那些 例如 如果我可以看張學友 他和元潔營 或者當年女神元潔營 就是他們之間 有少許暖情 真的會很好看 但他沒有時間去發展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能他 也有可能 這齣戲如果是長一點 他有多些時間 填補那些洞洞 可能會有很多意義 但這齣戲 我不知道他有幾個版本 很難說 但我看那個版本 就是一個半小時長一點 也有可能 本來拍的版本是OK 後來要遷就著一個半小時 他 要剪掉很多東西 變成這樣 我不知道情況是怎樣 總之我看那個版本 就令我很失望 尤其是有這麼多 好的cast 有好的idea 真是可惜 這齣戲 基於我剛才說的那些原因 我給他的評分就是C 或者C減也可以 其實 浪費了